下面我们讲第三把钥匙 第三把钥匙是辅助用力 所谓辅助用力包括合理握拍的用力 这辅助用力和拍头预置位置的辅助用力 这两部分 首先讲合理握拍 我们横板的握拍大家都会握 但是握拍的手指如何用力呢 怎么样用力才合理呢 应该握拍的手指前两个手指 拇指和食指用力 而后面三个手指的辅助拍柄放松 这时候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出顶波用力 后面放松 这个顶波力就很轻松的做出来 如果后面钻紧 我前面的顶波力 前面手指再做顶波力就很困难 所以因此我们在教 或者自己练球的时候 我们的握拍应该是前面手指用力 后面放松 保持这球拍稳定 前面手指用力 对吧 正手攻球的时候是食指用力 对吧 反手攻球的时候是拇指用力 对吧 而不是后面钻紧 这就不好用力了 这是第一步 直板呢 合理握拍最主要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我们球拍背面 贴靠在虎口的位置 如果我们把我们正确的方法 应该是把球拍背面贴靠在虎口 食指根部的这个 关节的这个硬的地方 贴靠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握拍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做出这个顶波用力 直拍的顶波用力是中指用力 来顶波这个球拍 对吧 如果说我们 特别是小朋友 拍饼比较粗 一下呢 就把整个拍饼 握到这虎口的柔软的地方 整个埋到虎口里面去了 这时候你顶波用力是很难做出来 对吧 所以一定要调整 让它球拍的背面贴靠在 食指根部的硬的地方 这样很容易做出来 这是纸板握拍合理的辅助用力 那么第二部分 就是拍头的预置位置 如果我们的拍头 所谓拍头 就是拍子的顶端 对吧 我们拉球需要制造弧线的时候 拉球 或者比网低的和跟网差不多高的球 需要有个弧线 这个时候我们的拍头 在击球前应该保持 拍头比击球点略低的位置 这样就很容易制造弧线 如果是说这个球比较高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打过去 我们的拍头就可以和球的高度保持一致 对吧 我们打对攻的时候 借力发力反带都可以用这样的拍头 如果说我们防御 对方拉一个加转弧线球 或者连续拉我 我的拍头再提起来一点 对吧 这样就很容易把弧线压下去 拍头的预置位置 对控制弧线 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拍头位置合适 弧线就很容易制造 很容易控制 纸板也是一样 对吧 如果你拉球的时候 你的拍头 也就是顶部 地域来球 这很容易制造弧线 对吧 如果你 对方 拉你 或者对方控 你快在的时候 拍头就稍微提起来一点 对吧 甚至你拉狠转的弧圈的时候 你拍头还要提起来 对吧 尽量这样才能压住球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主动制造弧线的 拍头要放下来 低于来球 借力加力的球 拍头适当提高 防御为主的球 尽量提高拍头 这样很容易把弧线控制下来 这就是我们辅助用力的第二部分 现在三把钥匙就讲完了 那我们把一个整体的动作做一个示范 还是拿正手攻击为例 第一把钥匙 躯干带动四肢 躯干带动四肢 转腰 转动躯干 向后带动引拍 然后转动躯干 向前 迎前 踢球 当出球的一瞬间 手指 顶拨用力 这时候的握板 一定要是手指 前面手指 用力 后面手指放松 不要钻紧拍柄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做顶拨用力 然后顶住球以后 需要这个弧线 转动前柄 摩擦 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 这个球需要压下去的话 我们拍头提起来一点 这个 这个球需要弧线高的时候 我们拍头放下来一点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把钥匙 对吧 当你这个球顶拨加悬擦球出手了 我们的重心 一灯顺势转到左腿 这个 击球的这个挥拍惯性 也就被杀住了 然后准备低按板击球 和连续进攻 这就是三把钥匙 形容一个正手攻球的全过程 我们现在做一个示范 如果对方来个下线球 我们需要制造弧线 我的拍头低于这个球 球 对吧 对吧 这时候拍头低于来球 如果发一个上线球 我拍头就提高一点 如果是弧圈球 我要挡 对吧 对吧 我就可以拍头要高于来球 甚至于扣纱球一样 你给这个高球 你这就下线就出现了 就高一点 对吧 好 我们下面 请郭师傅做 辅助用力的示范 辅助用力 我们主要重点做拍头 预置位置和球的关系的调整 是吧 拍头低于来球 在出球之前低于来球 这样有利于制造摩擦 制造弧线 拍头 于球 耿高 我们有利于借力加力的进攻 拍头提起来 高于来球 有利于防御 特别是接 加转弧圈 向我们请郭师傅做示范 现在我们做拍头 低于来球的 大家要注意看这个 击球一瞬间 之前 他的拍头位置 是不是低于来球 对吧 拍头要掉下来 对吧 这样就有利于制造弧线 即使是拉前冲弧圈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拍头 是吧 这弧线就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启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下面我们提高拍头位置 也就是出球前的拍的位置 防御对方的进攻球和这个加转弧圈球 请过入做一个示范 这时候大家看他拍头起来了 出球之前他拍的位置提起来 高于来球 一般的借力防御 拍头就提起来 这样很容易把弧线压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把钥匙 是依据 肌球技术动作 是肌肉的用力行为 这个原理 总结出来的解决技术动作问题的 有效方法 躯干带动四肢 解决我们 击球的基础用力问题 就是 挥拍的导向用力 只要躯干的用力 正确了 挥拍 随着躯干动 就不会出大的毛病 然后出球瞬间 顶拨加旋叉的用力 实际上是解决 触球的调节问题 是调节用力 是增加旋转 控制弧线 还是提升加速度 然后 第三把钥匙 挥拍的合理性 挥拍用力的合理性 和这个拍头的预置位置 可以帮助前两把钥匙 能够更省力的 更节省的 把球顺利的 击过去 总的原则 是利用三把钥匙 迅速提高 你的驾驭击球的能力 球要在你手上 听你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掌握 三把钥匙 这个击球用力的行为 好了 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